上台军心投入的太慢了 切入 北茂尔 宝岛球员林亭谦 三号秀 白板这个球可能急醒一下 相当的凶 两支球队有各自不同的目标 辽宁队上个赚金都放在后边 所以被郭亚伦给晃 好球 张震宁得分了 来反跑 想法不错但球给的不是很到位 当然 张震宁这球防守意识非常不错 以往跟这批人是队友 你跟大汗跟郭亚伦是队友 队友在场上场下的这种互相较劲 可能说的一些内容 到现在变成是他们的主帅了 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了 他14岁的时候 现在顶替受伤的李小旭打四号位 啊 以前漏了假动作漂亮 因为这个球 刚才军心投入的太慢了啊 切入 哦 北茂尔 是宝岛球员林亭谦 三号秀 裁判这个球可能提醒一下 注意在 如果裁判在场上 你都吹发模棱两可 到时候你就 里外都不好做人了 一个口篮 位置 提前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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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是抢位置 抢前方走 但是你这个 延误跟过来轮转的交代 一定要清楚 自己再抢 想扣啊这球 季前赛的时候 就有一季批扣 结果扣框上没成功 漂亮 好的 这球漂亮 这本是谁受的伤 刚才你看假动作 crossover 手一抖分给队友 这球无畅则灌篮得分 他们俩在季前赛也都打得好 来换位了 篮下 好的 这个脚步啊 漂亮 转 中路跟进 没空间了 人都已经在篮板的后边非常出色 两双了已经 可惜了第一轮没有看到 就可以安全的收下了 最终的比分 应该会定格在121比108 这样的话呢 辽宁队呢 在新赛季第一轮开赛的球场比赛当中取得了开门红 击败了全华班出战的天津队 欢迎订阅 希望可以 请关注